成绩乘上它的比重 那如果用一方的公式 当然你可以等于什么 等于它的成绩乘上它的比重 加上它的成绩乘上它的比重 不过你会发现 好像都有重复的地方 可是也没有什么方式 如果不用公式的话 有没有哪个函数可以 两个范围相乘之机的加种 那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请你把什么 第十一列 所以第十一列 这个地方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意思就是说 我等下向下填满的时候 这个列号不要帮我加一 因为在以色列里面有个规则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只要看到列号 会自动帮你加一 那如果你不加一的话 这一列不要加 可是十三列要完 因为底下要往下 所以打勾之后向下填满 OK 那总成绩就算出来 可是你想说 像如果以后呢 越考次数越多 那要做很多事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怎么样 利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数学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做三 开头的 有一个叫三波的 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它会告诉你说 传回多个阵列 其实我讲过 我们选取虽然选取是范围 但是在以色列里面 它就变成一个阵列 各相应之元素的成绩之种 它不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按确定之后 那当然你就给array1 array1也许是它的成绩 array2也许就是它的比重 那它相乘之后的总和 帮你加到这个储存格 但是一样你要向下填满 所以呢请你按F4 选起来之后按F4 不过你按第一下F4 它是蓝跟列都锁起来 那其实因为我只要向下 所以比较标准的啦 当然你如果蓝也锁起来的话 其实结果一样 可是我觉得 这个地方尽量还是标准化 就是如果你将来 你只需要锁列 你就不要锁蓝 所以比较正确的应该是什么 只要锁列就好 那以往啊 当然我们习惯按了F4 还没有错啦 只是说 我觉得啊 因为以后很多的机会 是只能锁列 它不能锁蓝 你锁了就错了 OK 所以啊 尽量还是要有那个观念哦 虽然说在这里是都可以 可是尽量我们还是讲究 真的还是要比较精确一点 按确定 好 把它向下 OK 那大家一样哦 可以把那个取得小数点 整数